有歡迎收看鞋槓人生 我是佳怡 我是嗎 我是阿姨 耶回來了 佳怡了耶回來了耶 好想你喔 好想你 斷了斷了 拗不起來 拗不起來 好啦拗不起來 但是我們今天要聊的是什麼 因為你知道二月份嗎 那二月份這時候我覺得 絕對是買鞋最好的時候 為什麼 因為大家領了年終 又領了押稅錢啊 那既然我們請了大隻來 那我們是不是要請大隻來講一下 二月份的Area02裡面 賣最好的兩雙鞋 是不是要推薦一下 其實我們二月份到三月份 現在這段時間 我們這一段最好賣的當然就是 我們今年有顧客一雙四代 然後又加上我們之前 常常一直提到的那個 Momenro的五代這些 這雙鞋子 然後其實都是我們現在 最好賣的 這個款式 那當然 Momenro其實我們之前 一直都講過嘛 它非常好搭 價錢也是非常的親民 親民 每一集都會講到一次 親民 那我可以問親民的價錢 大概落在哪 好你覺得應該落在多少 定價四千五百塊吧 定價 該不會不到兩千塊 喔這是太親民了 哈哈哈哈 你快變白菜了 你快變白菜了 我跟你講旁邊的小朋友都看不下去了 三千九 差不多 其實介於三千到四千 我有抓的差不多 太多的那個 要平衡一下 三千九還不錯啊 有在看才會知道這個價錢 對 其實大部分就是三千到四千之間 對 這個價錢 其實我覺得 以現在的 大家在買鞋子 對的標準 所以這雙可推 對 那Momenro有建議在什麼樣的場合 穿嗎 喔這個18分 只有18分 你通常會什麼時候 我都穿在工地耶 一般人啦 一般人啦 其實逛街的時候 他就可以搭配了 然後他因為他現在出的顏色夠多 所以如果你是穿奶茶色的 或是穿一些比較暗色系的 或是你穿比較Rock的 我覺得洞還蠻很大的 Rock 所以這一雙其實 再穿的部分 欸 不好意思 你的手這也是Rock的 Rock的看到他的手 折不起來 Rock不起來 好 如果有七名價來說 Momenro的可能三千九左右 是非常好入手 當然是可以穿大的地方有非常多 那另外一雙呢 其實就是剛才大致有講 就是Jodan 4這一雙 這雙其實有很多人都有 因為上午也有這款類型的鞋 其實他也是很好穿搭的 對 但是這雙比較抱歉 就是我們今天剛好拿到一雙 比較更難拿到的 我們拿19年當時複刻 因為今年複刻那一雙 我們剛好目前沒有 因為今年複刻 唯一的差異性就在於 他整個鞋子都是皮面 但是這個是緊皮面 對 所以差異性是在這裡 那價格大概錄在哪 其實現在 因為現在老實說 定價是有點高 因為定價就是7200 其實剛開始一推出 的確是有低於延價過 一段時間 一點點時間 但是現在馬上就飆脹 因為現在大的尺寸 像這雙11號 以現在2023年的那一款 就已經要到一萬多塊 小尺寸大概落在八千多 對 所以是現在的一個 我覺得是最近指標 蠻重要的一雙鞋子 因為畢竟它是原版的複刻之外 當然只有材質 它是做全皮 全皮 因為這雙是擠皮的 對 還有另外就是這個Logo 它也是用Nike的Logo 也是用JodanLogo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大家值得閉唆 而且重點是這種鞋就好搭 隨便穿那麼好搭 還是要提醒大家 提醒大家就是 世代你買了 就不要在那邊想說 我要收藏 放到後來 會那個 會就忽皮 對 這個網子也會狙掉 這個也會虧 這個也會虧 如果我常常穿 就比較不會忽皮 對不對 其實也 還是看你放的地方 你放在太陽下 或是你放在比較潮濕的地方 相對 壞的程度就會快很多 就會快很多 主要台灣的氣候 你看下雨天的話 其實它很輕鬆 但如果這個價錢收得到的話 這雙鞋我覺得很不錯 是因為我有買類似也是四代 然後我覺得它非常好搭 就是你不管要穿短褲 或者是牛仔的長裙 然後我覺得都非常的適合 而且它這個顏色非常的沉穩 就是也不會太sporty 就是你其實有一些場的 我覺得也很適合 譬如說你可能是一個 牛仔褲然後球鞋 但是你是西裝外套 所以你其實去開個灰 或者是你外套脫下來 其實它又可以非常的休閒 所以我覺得這兩雙 都蠻不錯 那我想問 這兩雙分別賣的好 原因是什麼 第一個世代當然 上一次複刻是2019年這個顏色 然後加上這一次 也已經太多沒有那種OG的配色出現 所以我覺得 而且世代在去年二三年的時候 其實它就是有一定的風潮起來 然後它每一雙 像有一雙綠色ASB 跟一雙黑白的Metality 那個款式其實價格都是破萬一上 但是它定價都是很低的 所以我覺得世代在這段期間當中 然後它的在玩鞋的界當中 是真的蠻多人在找 然後這當然OG 所以這個是一定大家都會去選購 那像我們在上市的前幾天 每天都賣好幾十雙接近百雙 所以這個是很恐怖的 好幾十雙接近百雙 這是很恐怖的一個現在小朋友 小朋友以後是我們這個年代都會想要去 我是小朋友我也想要 你笑什麼 沒有 你好好說話 我沒有 愛想你們 好啦 必須說 不管是Jo的你必收的世代 或是Memorial 那你知道嗎 剛才大致都說了小朋友 你知道小朋友有時候不能什麼都想要 對不對 他不是像我們可能什麼都想要 那如果大致跟E8來推薦這兩雙 只能選一雙先買的話 你們會先買哪一雙 好我是小朋友 老實講 當然我自己本身 我老實講 如果我有經濟能力 我會選這一雙 那E8呢 因為我那雙很多 全新的放到壞掉 所以我要選這雙 選這雙好差對不對 對 所以兩個人就選擇 永有就好了 好啦 那最後的推薦 就是 當然希望大家就是 等一下那你自己呢 不要一直問我 不是我 如果是我 我一定會買這個 對啊 因為其實 喜歡玩朝鮮的人都知道 對於我們來說 除了穿這件事情以外 他一要好穿 他其實就等於三功能 一就是他有架子 就是JODER4 然後第二就是穿出去好看 那大家也不知道你懂 第三 我覺得他可天可仙 可難可奶 你還再接一個 那他可以 可上可下 他顏色沉穩 然後可休閒 然後可有微正式 也可以很sporty 所以 我就怎麼算算 他價錢可能比他多一些些 但是我覺得他的運用程度 廣泛非常多 好啦 非常開心 在今天那個AERA02 就是在二月份推薦的是這兩雙鞋 那當然很多人可能知道說 我到底要入手哪一雙鞋呢 還是最近夯的是什麼 當然就要請大家可以鎖定鞋槓人生啦 那我們就 鞋槓人生下次再見囉 掰掰 就是之前哈登不是有來台灣 就是開幕戰嗎 然後我就實在是太好奇了 他的鬍子這麼大 到底有沒有鞋 臭不臭 撥起來感覺是什麼 然後我就再這樣摸一下 觸感不錯嗎 你這個me too欸 我摸到我摸毛